彭向大哥 刚刚看到的是 布林肯第一时间 也恭贺台湾新总统 对 当然 这一次台湾的选举 我想除了 我们所有支持台湾队的人 很高兴以外 美国应该是最高兴的 因为台湾这样的一个选举结果 在美国心里 那真的是高兴到 这个连 布登 拜登一大早就赶快出来 亮个相 讲两句话 当然 这叫什么 这叫 打你一巴掌 然后 给你收拾 这是拜登最擅长 大家认识的拜登是现在 好像一个老靠靠的总统 我所认识的拜登 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 那个拜登 他非常擅长 这种的外交的手段 他讲这话就是讲给习近平听的嘛 对不对 你放心啦 我不会支持台独 但当美国提到台独的时候 他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 意思是台湾独立 这是法理上的独立 就是什么 譬如像说 在小英总统的时候 那一次的喜乐岛的所谓的台独公投 这就是美国不接受的 所以当时美国的反应非常强烈 美国再来协会的发言人直接站出来 讲 然后这个小英总统马上要求民进党所有党公司人员不能够参加 然后把这个事情给压下去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美国的底线 第二个 这个所谓的改国号啊什么 这美国也是非常的在意 换言之就是说 台湾的主权问题 独立问题 按照美国的版本 那就是叫一个中国政策 什么叫一个中国政策 就是说 没错 代表一个中国的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这个问题跟台湾无关 因为现在美国国会也在 在在翻 翻案 就是2758号决议案 没有提到台湾两个字 换言之就是说 你你讲你的 我挺我的 那么台湾如何的恢复他主权的各种 象征美国在后面一个法案一个法案的推 那么最主要代表台湾主权象征的是什么 就是台湾人民有权可以直接选出他们的总统 这就是美国最高兴的事情 台湾人民战胜了中国界选 台湾人民选择了习近平最讨厌的人 坦白讲美国看到这个 非常非常的高兴 因为台湾所代表的意义 不完全只是一个 这个所谓的地元战略上的重要位置 它代表的是一个价值 一个民主自由的价值 是否能够毅力而存在 美国在很多国家推行过这个民主制度 有些国家菲律宾 它的整个宪法都照抄美国的 但是说实在 你本身没有那个觉悟 没有那种的努力的话 光靠人家给你是没有用的 那么台湾就是很好一个典型 这个民主转型最成功的例子 所以你看这几天 所有主要媒体各报的评论 肯定了台湾是什么 就是一个民主自由的价值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 台积电是复国神山 我告诉各位 台湾的民主自由 这种能够自己选总统的 这种表现 能够抗拒中国在幕后戒选 指三道四的这种表现 这才是让世界各主要国家 对台湾刮目相看 对台湾战役有加的 另外一个复国神山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宁关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宁关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